年杰脚步逼近为了增加亲子同乐的机会 神高区公所这天就特别举办应景的亲子体验活动 利用在地的浓特产品像是鸡蛋、百合和木耳等 设计兔年的蛋糕DIY和花艺教学 让民众是留下难忘的回忆 两个人会先做到 一个就是先撒蛋 一个就是先破三面粉 在红贝老师的指导下 家长带着小朋友一起来做兔年蛋糕 蛋糕选用的鸡蛋 就是神刚地区的农特产神农蛋 为了在年前增加亲子同乐的机会 神刚区公所这天举办一系列手作体验 一开放报名马上秒杀 没有做过蛋糕 也是用神刚自己的鸡蛋 对对对 很香喔 除了神农蛋以外 还有玫瑰百合与木耳等 也都是神刚地区的特色 透过活动包装 设计成花艺体验与木耳装置艺术 一方面增加手作的乐趣 一方面也能装点家中门面 让新春期间多份喜气 放在家里的门口 感觉就是新的一年就是非常的漂亮 漂亮过一年 我们利用最新品种的玫瑰百合来推广我们的园艺活动 那我们大家知道去年虎年大部分都在疫情中度过 那我们可以用园艺来疗异我们的身心 所以我们今年一开始有一个石花弄草的活动 那接下来有很多的传观的游戏 大概说我们的圆木叫神刚是以前是木器业发展的地方 所以我们用我们的木叶来做我们的春节的吊饰 这个是沉香的木头架构 这个架构是沉香木头 然后有三种材料 一个是滴水凤梨 又叫鸡水凤梨 另外一个是五彩凤梨 另外这个挂垂下来的这个是叫球兰 然后我们加上春节再加上灯笼 这样子感觉就是一个挂饰 可以当一个挂饰这样子 自己喜欢的自己贴自己弄 很有成交感啊 对 透过活动DIY体验 让不少家长都留下难忘回忆 也透过这个机会 更认识家乡的特色 让食农教育与艺术文化向下扎根 记者李静阳台中采访报导